我 想回一次韶山 真想再回韶山水库 游上他一回 我这就去叫张平化他们准备 这是毛主席生前最后一个心愿 希望落叶归根回到韶山 这个遗愿最终实现了吗 1959年6月25日 是毛主席建国后 第一次回到韶山 距离他上次回乡已经有32年之久 这次回来 毛主席做的第一件事 就是去橡笔山给父母扫墓 爹爹 娘老子 十三牙子 回来看你们了 当年毛主席动员自己的一家老小参加革命 结果他们都为了革命胜利而相继牺牲 如今伟人独自站在父母的风险 他内心十分自责同心 因为当初他曾答应过父母 一定会把大家安然无恙的带回来 润连死在新疆 润局埋在江西 开会 葬在长沙 爱英塔 远在朝鲜 他们都是人民的英雄 我十三雅子记住他们 人民也不会忘了他们 说完众人便随毛主席一起 深深地拘了一宫 后来主席一行人来到故居 这是他生活了十七年的地方 曾经这里人丁兴旺 欢聚一堂 如今却只剩下墙上的照片 和空空荡荡的房间 看到桌上放置了旧屋 毛主席思绝万千 他回想着从前的种种 大哥 这条路 咱们三兄弟一块走 永远走下去 我信你 一想到这些 毛主席再也抑制不住悲痛 泪水从脸颊上流了下来 1976年9月9日 一代伟人毛主席 与世长此 在他临终前的几天里 主席曾多次表示 想要回到韶山再看一看 后来工作人员打电话给滴水洞 让他们提前做好准备 一听说毛主席要回韶山 滴水洞的工作人员 立刻组织大家 开始了大扫除 当地学校的校长 接到消息后 也激动地让孩子们排练节目 就在大伙都准备得差不多时 滴水洞突然接到了一个电话 说是因为一些原因 毛主席这次的行程取消 大家立刻就像泄了气的皮球 既失落又不安 直到下午四点 人们才在广播中得知 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 永远地离开了这个世界 也是因为这个 才没能回到韶山和大家重聚 这个消息犹如晴天霹雳 大家都难忍心中的悲痛 失声痛哭了起来 主席 你不是最爱吃我肉的红烧肉吗 这你就不吃了 孩子们得知毛主席不来了 都纷纷表示不相信 因为主席答应过大家 回来给他们讲故事 这怎么回事啊 主席他老人家 去世了 他再也不会回来了 最终毛主席这个简单的心愿 没能实现 而他的离世 也成了国人心中永远痛 此段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请大家不要走开 下段更精彩 打仗嘛 都是要死人的 毛泽东的孩子牺牲了 朝鲜战场上 十几万老百姓的儿女 不也在流血牺牲吗 这天 邓大姐兴高采烈地回到家中 看到周总的脸色沉重 还眼含泪水 立刻察觉出了不对劲 于是连忙询问是怎么回事 安盈牺牲了 谁 毛安盈 消息确切吗 邓大姐难以置信地看着周总理 后来周总理将手中的电报递给他 邓大姐看着上面确切的文字 顿时悲痛万分 安盈这孩子 你苦啊 八岁就跟着妈妈进了国民党监狱 九岁就没得起娘 和自己结婚还不到一年 讲到这里 邓大姐突然转身询问周总理 是否将消息告诉了毛主席和刘思琪 周总理伤心地摇了摇头 他不知该如何开口 他为毛安盈的牺牲而痛心 同时也担心毛主席无法承受丧死之痛 毕竟此时毛主席身体欠佳 而且还在彻夜不眠地指挥 刚刚开始第二次战役 不过思虑再三后 周总理还是强忍地悲痛 去了主席的办公室 这时毛主席还在认真的工作 看到周总理来了便高兴地拉着他分享 主持地转身离开 请委员得知毛安盈牺牲的消息后 立刻跑来安慰委员 主席 你可要多保重啊 他说完便拿出了一份电报 表示是彭老总刚刚发来的 毛主席听后 让他赶紧念给自己听 可请委员始终不知道该怎么开口 后来索性将电报放在桌上 就转身离去 毛主席对此感到十分不解 可当他看到电报上的内容时 终于明白了一切 他一脸震惊地看着暗影牺牲的消息 反复确认着自己有没有看错 可是没想到 这就是事实 对于毛主席来说 白发人送黑发人 这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打击 只见他伤心地点燃了一根火柴 在火焰中 他看到儿子为躲避炮弹 奋力奔跑的样子 看到他叮嘱自己要多保重 种种回忆涌上心头 毛主席热泪盈眶 整个人都变得苍老了许多 这时周总理和朱老总等人 来看望毛主席 想要给予他一些陪伴和安慰 毛主席强忍着自己心中的痛 说出了这样一番话 打赵嘛 总是要死人的 毛泽东的孩子牺牲了 朝鲜战场场 十几万老百姓的儿女 不也在流血牺牲吗 没人知道 在之后二十多年的昼夜里 伟人都默默地珍藏着儿子的衣服 经常堵物私人 让我们一起向伟人致敬 向所有英勇牺牲的先烈们致敬 此段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请大家不要走开 下段更精彩 我要嫁人了 嫁给谁啊 你 我 对 1928年 毛主席遇到了人生中的一个低谷 他准备带部队离开井冈山 转战湘南 出发之前 他一个人到河边抽门烟 贺子珍听闻后 牵着白马跑来看他 他一上来就告诉毛主席 自己要嫁人了 伟人对此很是意外 于是就出现了开头的一幕 贺子珍提出要嫁给毛主席 可毛主席觉得自己正处于特殊时期 前途怎样还不好说 他不希望小姑娘跟着自己受苦 随后就找了个借口 想要委婉地拒绝他 你我都是党的干部 结婚要经过组织批准 这是新任前委书记 陈毅同志的亲笔批示 算得了数吗 可我正在出发的路上 毛主席以为 这样就能让贺子仁直囊而退 谁知 小姑娘竟然十分坚定地表示 自己不怕吃苦 无论毛主席去哪 他都愿意陪他一起 嫁鸡随鸡 嫁狗随狗 嫁个猴子满山走 你在哪我都嫁给你 听到这些 毛主席十分感动 不知不觉间 态度也有了一些改变 可我 一点准备也没有啊 一听这话 贺子仁知道毛主席这是同意了 于是转身就将 马背上的花环取下 我准备好了 看着眼前这个直率 大胆的女孩 毛主席实在不忍再次拒绝 可以想到自己如今一无所有 无法给贺子仁一个像样的家 就不禁留下心疼的眼泪 在我老家 新娘子 是要用花教台的 可是 我现在 只好用吗 托你回家 毛主席微笑着将花环给贺子仁带上 两人的婚事就算是成了 随后伟人将贺子仁扶上马 就这样牵着他 一起离开了井冈山 后来两人来到山间 搭建了自己的小屋 过起了男庚女志的甜蜜生活 毛主席还特意为两人的亲家 起了个雅名 叫饶风书房 这接下来的一个月里 他们日出而坐 日落而息 时而闲左屋前谈心 时而田间相伴 惬意而行 也许是新婚淡来的好运 在之后的日子里 毛主席喜讯连连 先是湘南起爆发 保住了工农革命军的有生力量 之后贺子仁怀孕 伟人迎来了自己的第一个女儿 一个又一个的好消息 让原本低沉的毛主席 再次打起了精神 贺子仁对毛主席的伟大理想 一向是非常了解和支持的 所以生下女儿后 他就跟着毛主席重新回到了队伍中 鱼战什么一起四处打游击 无论是井冈山的初始 还是后来一起经历人生的低谷 毛主席和贺子仁 走过了太多的风雨 正所谓生死患难见真情 如此纯洁的革命伴侣 实在令人羡慕 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喜欢的朋友点赞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